所以大概会在100年 所以整个价格的话 其实应该就算会太大 证据我们的部分的话 大概在10到5 冰冰的话应该到明天白天 就可以请他们反家 不过这个舞台 变强这部分已经通飞了 所以这部分可能要 再有一个安置的这个措施出来 那菲律宾外海的部分 可能我们要持续观察 就是未来形成的一个 可能形成的台风 另外的斯文西的部分 目前状况不明 不过这次海鲁鱼不是很大 但是未来如果在后续台风 如果真的是再上来的话 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观测机制 去了解到那个地方 到底现在水位状况 或者是各方面的情况 到底安全不安全 所以这个可能要沿上一个 或者这是一个观测机制出来 这样可能会对下游居民的安全 可能会比较有保证 以上